首先我们要注意 就是这边 除了这两条线 可以跟马达碰在一起之外 其他都不会碰在一起 这条线可以往上面拉一点点 保持松弛 这样贴在 塑料头的这边 然后这边不能碰到 看一下出口这个位置 也不要有粉摩在这边 还有呢就是 振动盘的这些部位 不要跟这个塑料头挨在一起 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门板 这门板打开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两侧 或者会不会碰到我们前面 你看 会不会碰到前面这里 这个都要检查 然后其他一点就是 这个位置 看见没有 这个位置里面是空的 一定不能塞粉摩进去 我们清理的时候 一定要把粉摩给它扫掉 不能往里面捅 已经不能往里面捅了 因为粉摩掉进去的话 就很难出来了 然后这些问题注意一下 一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这些检查完了 还会有问题 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塑料壁 塑料头在这边的时候 放掉的时候 不能残油太多 残油太多也会造成 一直拉空带或者 这个门板不回 或者会报警 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说 大家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